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老总咖啡馆又开张了 我是店长程雷 我们是一家赶局 这么大光明吐槽老板的咖啡馆 正因为这点呢 好多人觉得我们这个咖啡馆开张不了多久 没有老板敢来 错了 老板们踊跃报名 第一位我们要介绍的 360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人称老周的周鸿一先生 周鸿一创业十一年 360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西安交大管理学院硕士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 曾供之于方正集团 雅虎中国等中外知名企业 2005年创建360集团 并将其打造成世界级互联网巨头 网络时代的免费安全支付 你敢吐槽吗 掌声欢迎我们著名音乐人 同时现在是天使投资人 海拳基金创始 胡海拳胡总 洪海拳创业十三年 海拳基金巨匠文化 巨匠餐饮创始人 华语乐坛的情歌王子 长江商学院EMBA 如今跨界成为投资界黑马老总 你敢吐槽吗 年轻必定有为 现在也是我们相声界的 新生力量代表人物 嘻哈包袱服的创始人 高小潘高总 欢迎 谢谢大家 高小潘 创业十年 嘻哈包袱服 小潘文化创始人 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两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 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我姥姥说的没错 宁跟明白人打钝架 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如今用自己的手艺创业 化身传媒公司霸道总裁 浑身都是包袱的老总 你敢吐槽吗 上次节目播出之后 觉得我们这咖啡馆里 火力不够强 今天请来一个火力猛的 范甜甜欢迎 火力有点过大 我怎么会给大家留下 这样深刻的印象 我自己职场上工作了七八年 从前台一直做到市场总监 所以我觉得职场上 我还是能说点话的 那当然 掌声欢迎 周轩提总织上总裁 周世平先生 小周小周 我们著名演员 凯庆老师欢迎你 小时候怎么这次又来了 上一集 我其实是被推的那个位置 其实我在公司里面还有个老大 所以说你一直是个吐槽的角色 对 据说这一次我也是代表着员工 坐在这地方跟各位老板学习 但是有不好的地方我也会 会发出我的一些观点 请三位老总起立 好 要喝 要举行一个仪式 我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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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下这杯咖啡 这杯咖啡 能不能起点 来来来 咱们整起点 来整起点 你喊一二三 节奏 好 节奏 我承诺 喝下这杯咖啡之后 无论我在节目中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都不生气 不把我 不进场 请全国观众 共同见证 跟 好 放嘴 放嘴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今天放的第一条片子是哪位老总 9点半360大厦 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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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级的 这我的办公室 哇 这么花糟有 这几十万 我这几十万 整个一套还是说一个手机 整个一套 整个一套几十万 凯全你家里有印象有没有这么复杂 没有 我们家就蓝牙音箱听听音乐而已 开始干活了 我们节省费用都用扫力机 就不用保洁阿姨是吧 不用保洁阿姨 所以这个开关机 我说他的那个 关机次序和开机次序仗相反 所以我先说开机 我自己都懒得听 因为太麻烦了 所以我就找这个助理 每天帮我开音箱 专门开音箱 要顾个助理是吧 我叫洪照 然后现在是在周总这做 负责对接金融 还有投资的助理 然后先从转盘开始 他先开机 他的信号送给他 然后再开这个 是解码 开这个 再开这个 开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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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住吗 你记住吗 好吧 那这前面都打开了 开后机 我让你别踩线 因为怕踩着线短路了 短路了 好了全开了 你可以放下 有的时候他直接走了 音响不一定有时间去处理 那我就会去帮他把音响去调整一下 主要是几千万的音响 几千万的音响 刚才谁说的是几十万呢 单件几十万 单件几十万 接近差不多一千万 几千万已经放到办公室里边 放到公司里边 我家里还有另外的 走开 走开 还有另外一条三千万的音响 我是员工的话 我每次跑进这个老板的音响间 我都会来气 有一千多万 不给我们发奖金 买套音响 而且还不能走错一点点 对 玩错一步步 对 还赔不起是吧 你这就是乱删弄仇富心理 我们每年给他们 发多少亿的奖金 和买这个音响 我个人的钱和公司的钱 它是两回事 像你买这个首饰 买戒指 买耳环 买项链 买手表 它都是秀给别人看的 那才叫嘚瑟呢 我自己看了 自己心情很好的 像我这个音响 就放在屋里自己听的 但观众看了 都会觉得我气质高雅 这肯定不是在炫富 你像我这人穿了太多简朴 吃的也很简单 就这点爱好 听个音乐 我们还吐槽 那我们也吃的很简单 就买个戒指 你还要说说我们 那真的是 我看的 我那一做就说 今天天好热 我要把我的钻戒拖下来了 太难为这助理了 自己在这记步骤 自己 我最近刚去的一次东京音响展 我听了那大概几十个展位的音响 没有一个我这个 没有一个比对上我的这个好听 酷 那咱俩的耳朵不一样吗 哈哈哈 我以为我有些高音听不见了 呃不同的耳朵不一样吗 这个 是 年纪问题 哈哈哈哈 这是你六万能 嗯 他说他送我一个 前端 然后但是要求我把后面 包括音响 线 所有东西 全都得配齐了 他说要给我那个东西 可能二十几万还是什么 但是如果全配齐了 大概要花三百万 花三百万 我并没有这个钱 哈哈哈 所以就 直接了当地拒绝了老板 好 那那个我基本上都记住了 嗯 那个法屋那边有点事 我就先过于处理了 我给东西之前我要先确定 他是不是喜欢 哎呀我这个就是跟他开个玩笑嘛 对不对 哈哈 你会来讲这个 他自己也喜欢音响 我再问他要不要 对不对 哈哈哈哈 Chef 彭杏要不坐这车了 嗯 发现这个摄像头了 我你那个摄像摄像机没有滤镜吗 就我的脸就被你弄得太胖了 我们发现一个细节 我们老周董 每件衣服都是红色的 你自己也穿红色衣服 给你抢吗 我们公司很多员工 都要穿红衣服 这样混在一起 分不清哪个是老板 我们做网络安全 我们天天跟各种恶意的黑产 跟各种病毒木马坐着 我还是挺危险的 这是个高危行业 您那个车防弹吗 防弹吗 防弹车吗 我不防弹 我想买防弹的 但是我想买防弹的 但是 那我就把水都吐出来 人家说个防弹车 你又为啥要就是 吐成这样了 他觉得他是认真 对 想要买防弹 他就笑着 世上老师能不能拍一下 对不起 这真是史上最大的固点 这款车有一款防弹版 但是太贵了 我很多的问题 都是因为没钱 太贵了 购买印象了 北京第三区交通委提醒您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与轻车不规范 新人两行内 安全第一 ICS大会 那是个什么大会 互联网安全大会 国际的 东半球最大的安全的国际盛会 约请您 川总 你好 进去休息吧 你们这哪能看啊 哪是主会场啊 先从这边到您休息室看一下 我叫郭开森 我是第七届互联网安全大会的负责人 是不是今天有来宾应该来了 今天有一部分来宾已经在办入住了 没有 我们先到您的休息室 我不用特别休息 我就来转一转 没事 因为休息室等于是您第一天早上 那些四聚机干部 您就在这个房间里面接待他们 这个是他们东方卫视部的那些监控的线头 但是也可以随时关掉 他们还有什么嘉宾 然后您要不看一下这边 从这个扶梯上去就是主会上 这会议中心往没来过 这次会议多少人参加 几千人到一万人 他们在做内部彩排 现在 我们回到客厅 这个比国际会议中心还是气牌 对 就是地方远 要是交通没啥问题的话 他这是原来G20的主会场吗 对 G20主会场在这里吗 好 被问到了 好可爱 我刚刚我跟他的反应 我不知道他什么反应 但我的反应是 是不是 没在这开 因为我也会有点怀疑 你会吗 也不是就觉得他耳朵不好吧 大概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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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那您休息一会 休息休息一会 让周总休息一会 周总房间的空调不能放太冷 也不能放太热 尤其他怕冷 他还是蛮细心的哈 对 说不他跟我他挺久的 知道他的那个习惯 没有 因为有一年我讲话 他们把那个会议空调开太冷 我讲完话讲完三个小时 我就直接去医院就冻病了 这是互联网行业的音乐节 这都是谁 演出的是谁 我也不知道了 我们请不到海权这样的大牌 你多给点预算就好了 我们到会场去看一下 这个掌管也还挺漂亮的 谁给我照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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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底下照前的腿长 人照大点 人再往前站点 高大照 这个没劈头吗 没有劈头 没有劈头 那是角度的问题 还得拍出大长腿 这种我觉得你有偶像包袱 你作为一个老总 怎么有这么大的偶像包袱 像拳王 你能理解像咱俩这种个子不高的人 个子不高的人 你干嘛照顾我 我突然发现了 不是我突然发现 钟总每一句话都具有杀伤力 对 我们说实话我个子也不高 咱俩差不多对吧 所以我们照相 更要从下往上做 这样显得比较高 是这样的 我们是个子虽然不高 但是我们是通过努力 站到了最高的力量台上 那种 你说得很对 所以我照个相 大家有什么吐槽的 现在女生更爱自拍 请当心 这边上山坡 上坡 我在这照个相 行 照一张就够了 我一会发朋友圈 照完了吗 走 刚才应该在这照一个 来拍一个 补光给补一下光 还要补光 还要补光 这个光是自带的吗 他们 对 这是专业的团队 是你们团队 你们拍摄团队带的 我怎么会这么无聊 那你马上利用上了 是吧 再给补个光 对 但是我们没有 都是摄制主带的 而且那天在会场很丢人 因为东方卫视摄制主 就跟着我 一堆黑衣人 三四人围着我拍 大家一看 这人咋这么自恋 我是最不自恋的 这个补光给补一下光 不对 我比较照 显得腿长 这是我们的员工 老板唱的再差也是我们的员工 你要鼓励 我听到音乐太差了 音乐太差了 音乐的质量 因为他在帮助上面 听到都是高质量的影响 你别别说了 音乐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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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周就是他在公司 比如说看战略的时候 民主度非常高 但是在这种小事件上就比较懵 我其实上前跟他说了这种情况 但是他还是 那一瞬间还没有反应过来 所以就上手 把他转过来 意思让他跟大家合影 他和那个自拍杆拍出来的照片 全都糊了都不能用 全都糊了都不能用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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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来我们现场颁奖 有什么帅 周总说 让我们有请我们三位靠北黑客 一名小川 小川 好 第二名 Excel1993 先别走 我妈还合影呢 我妈还合影呢 你真是爱拍照 还爱和员工拍照 这不是员工 这是我们挖掘的几个黑客 其实挺好的 就是跟大家一起拍个照 这挺好的 你们三位都担心吗 孩子都担心 孩子 你呢 你呢 孩子老三有孩子 前两位都有孩子了 这个都不为了不了 你呢 孩子多大了 有女朋友 有女朋友 有女朋友了 你多大年 你先说 我99年了 我把它包装一下 00后 00后和99年有什么差别 没有差别 就差一岁 对不对 所以以后就见人自称00后 00后都粉末登场 都成为主力了 给他们更大的激励 刘家 谢谢 3600 我想以后也会继续努力 争取给3600挖更多漏洞 挖更多漏洞 今天3600实习入职 谢谢 挖漏洞是网络安全水平的最高体现 我能找到别人找不到漏洞 我就知道这个系统如果更好的防护 我是做技术出身的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黑客 太可了 我当年把我们学校的计算中心给黑了 黑客它是一个中性词汇 有的人拿这个技术去搞攻击 作恶 我们崇尚了这种叫白帽子黑客 就是说我有黑客的文化 我有黑客的技术 但是我是技术向善 我是拿安全的技术来保护企业 保护各位的电脑 这我们称为叫白帽子 这些看到的都是白帽子黑客 哦 感谢周总 我当前向民颁奖 感谢您 请您台下休息 我还没讲完话呢 我还没讲完话呢 对啊 他们说请我来讲话 我准备了一个一小时的讲话 来了你们又不让我讲了 你说 让讲 让讲 很霸气 还幽默 还是一种幽默 其实 不用谢谢340 340 谢谢你们又挖出了漏洞 防止了这个网络 可能潜在的攻击 所以我就这个问题 我要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 他们说请我来讲话 开头我表示谦虚 因为这不是我的场合 我讲了这么多话 第一次站在一个有架子鼓 有吉他的一个台子上 第一个我来到现场 我提一个建议 你们搞摇滚搞音乐会 缺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是什么 我不知道 他天马行空 谁知道他想说你 啤酒 啤酒 不是没有看到现场没有人喝 很摇滚 现场把人吃起来 每人吹一瓶 现场气氛才能嗨一点 这个跟大家讲讲 我年轻的时候 像这个99年那个小朋友 那么大的时候 对吧 我看了崔健的演出 我也做了一个乐队梦 后来发现 有三个致命的问题 导致我什么角色都不能扮演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毫无节奏感 第二个呢 有句话说 这个手小的男人什么 抓钱 对 我手比一般的女生手都小 无论什么贝斯 无论吉他 这个手怎么就握不住 后来我就想说 那我就当主唱吧 但是后来发现说 高音我上不去 低音我下不来 剩个中音还老走掉 五音不全 所以就磨灭了我的乐队梦 所以我最后不得已 因为没有做成歌手 学了电脑 然后开始干往安全 好在键盘距离都比较近 鼠标也比较小 所以对我们这种手小人来说 没有构成帐 听听听听听听听 我们这你比一比呢 嗯 真的大 差一点 乱高挡开 是真的小 嗯 来来来 哎呦 还是小很多 诗明总 诗明总 我过去 他手也小 咱俩差不多 最后我抓的是拳套 我应该比他小 差不多 一样 对吧 的确周总的手最小了 对吧 周大哥 你都过来了 然后别别光比 这小了 我们也比比个子的 你看咱俩这种个子不高的人 你看看看我啊 你看看看我啊 哈哈哈哈 我也比比个子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这呃 这个外外外增高 上热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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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我们有几位黑客得奖 其实我想讲的是 他们做的事 特别特别有意义 我想借这个机会 给我们 所有来捧场的粉丝 进入正题来看啊 参加的白帽子 开玩笑进入 我不能来到这个 演唱会的白帽子 我想说一声 不是你在帮助360 你是在帮助这个国家 帮助这个行业 帮助这个社会在挖漏洞 你们做的工作 非常有价值 这个价值太高了 对 希望大家继续喝酒 继续嗨 好吧 我觉得今天晚上黑客们 特别我们白帽子们 美人十瓶啤酒啊 周董下任务了 可以 可以调节现场 老周董啊 第一条片子 我们今天是全程 陪我们老周董 认真看完 全程我觉得最认真的 应该是周鸿一本人 对 很关注我自己 我是觉得老周很有幽默感 而且你们老说他有那个偶像保护 我觉得还好 那个防弹车也是一种幽默感 我挺愿意进老周的公司的 就是真话 因为他让我觉得做这个事情 不仅仅是为了个人 他觉得做这个事情的价值 会让我有成就感 我们公司为你设一个职位 叫程序员安慰师 如果你们那边有一个什么保安部门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晋晋聘一下 特别需要 因为也是为了安全 对 我就觉得不了解老周的时候 觉得他是个非常自大的人 对 那看过之后还是觉得他蛮可爱的 我觉得他一个把自己的可爱多散发出来 而不要把自己的屏障老周去加上 我觉得他够了 不要再散发了 再散发就多了 是吧 他就做他自己本来的样子就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老总的骗子 这是我们文化公司 对 做文创 这我们90活员工 平常怼我怼的最多 我叫陈少庆 今年30 30 30好几号 我是海鲜的经纪人 我们想给他录一些短视频 然后也是我们策划的同事 希望能拍一些新的物料 可以做宣发使用的 现在经纪人为什么都有点骚偏胖 像我们浩东也是 那是你自己 那就等会把那个reaction录了 那我今天给他录开箱录reaction 如果是 就像他体验我们开箱的那种心情 然后猜这个箱子是谁的 拆毁了当场这个视频就毁了是吧 不是 他不是我3块他能买10个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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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 对我安排的 太热了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有点过分 为什么非要让我坐这 太敢说了 不想跟老板坐一块 对 我帮你 回来 别动 我坐住了 行了 今天我们就把之前准备好的 让炮哥拍的那几个物料 我们准备一下 要拆箱是吗 拍箱视频是最近一段时间 相对比较流行的一种短视频玩法吧 我们也希望炮哥可以跟上流行 然后多玩一些这种好玩的东西 炮哥好 你好 我们今天要让你体验一下 我们平时开快递的乐趣 但是呢你得猜一下这个快递是谁的 我是真的不知道会拆什么 他们要拍了一个第一个 这个开心视频就是 他需要把箱子打开 并看到里面的专辑 告诉我这个专辑 是属于我们公司哪位女同事的 并且告诉我这个专辑是谁的专辑 并表现出我们女同事 第一次打开专辑的时候的样子是什么样 你是在公司里雇了十几个老板的管理 你知道我在那真的是很受气的 好 这开会儿有点石头 什么玩意儿 什么东西 这书 这是本书吗 不是 他这个机位抓得蛮好的 还给东西特写 这谁啊这是 这男孩谁啊 他跟你见过他吗 这是应援专辑是吧 这个 这肯定是你的 还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 叫什么 Johnny Zipp Johnny Zipp Johnny Zipp 杰克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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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很久了 姜尼尔 快快了快了 姜什么来着 姜 姜丹尼尔 姜丹尼尔 姜丹尼尔很红 周董 姜丹尼尔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这是他的专辑 你要说这个做工还可以 你别说你看他做多细 他突然又研究起了 纸箱的厚度 专辑的材质 然后出这个成本大概多少钱 感觉突然又投资人上升了 这子真的不错 这纸板的厚度 还挺值得 喜悦吗 啊 开箱喜悦吗 我没想到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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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一个频道 完全不在一个频道 开箱喜悦 体验一下我们平时开发店的乐趣 啊 这太好看了 这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好看了 真垮了 你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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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失败了吧 他们希望你垮掉 这样观众看才有意思 有意思 成功把你拉下水 就是炮哥 炮哥所有视频都是垮掉 是吧 就是接下来一年的视频 都是炮哥又垮了 炮哥垮了 炮哥垮了 炮哥问点实际的问题 趁着我现在在录像 你要提升点装备行吗 给你录像的装备 提升了装备 啥意思 我想要个收声的装备 对 拿手机 收声的 我们我们投的一个企业 他刚刚做了一个新的硬件 专门查手机的那个麦克风 非常好的 他是想换手机是吧 云台 大江的大英云台 那天不是花钱买字体了吗 还没买 字体好贵 好贵 这么多制度公司 那不见一下不行吗 见一下 全额一线的大明星 不舍得买字体 我等会就发畏谷 我们能不能投音乐 直接能给我们提供设计 和寄付人家的 对 不是我家电脑也快死了不行了 你是假的 你家电脑还要换是吧 我家电脑不用换 不是他 咱公司得有个电脑 咱公司得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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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换换换换 就是换一个剪片子 剪音频剪视频 可以用的工作站级别的电脑 行吗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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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还是在递死我 创业公司 懂不懂啊 创业公司 创业就是没钱 创业就是没钱 看你的咖啡到了 来 来 跑哥这些咖啡一共多少钱 买一个小蜜蜂多少钱 去买 我个人报销行吗 公司现在不容易 我自己花钱不行吗 我后来发现就是 好多人都觉得我抠 后来都买了呀 买了各种设备 后来连我那个什么外拍的那些什么灯 那是拍媒体拍东西必备的东西吧 对 那很便宜 我也有 加一全套 各位不好意思啊 正式的请大家喝个咖啡 炮哥路垮了 对不住你们 好希望炮哥在垮的路上越走越远 不是 希望后边不要越来越快 对 我只能努力加油吧 要不然的话 每次都买这么贵的是饮料吃的时候也接受不了 这还得多少钱 炮哥 这个可是猪灰 又垮了又垮了 好的 这就这样吧 关灯吧 要拍费电了 戴点电 我真的挺抠的 你自己承认 我承认 我多想找一个说 老板你配合这拍个短视频呢 没让你拍 我都自己 他自己小拍没人给他拍 把他这个人挖到你那里去 完全可以 你挖人家经纪人之间 他也不需要经纪人了 他就专心做投资 然后给海桥拿股份 这也靠谱 然后要不要跟那个相声 或者文化结合一下 我把打一个包 你在后面唱歌 他在前面打拳 他的老板说相声 他现在玩的就是个跨界 然后周总在里面玩自拍 这个片子里面就是 就是做艺人 就是回到艺人的这个身份 应该是 我觉得 虽然那个公司是我是老板 也是 对对对 但是他们在一块的时候我是艺人 就是我也是 其实是被这个小朋友们推着 推着走的 我比较能感同身受他的这个 我也喜欢他们每天带给我的 这个新鲜的东西 然后让我不停地进步 那这样 我们看看下一段老总的片子 他能给我们什么启发 这应该是邹总的公司吗 K.O. 还吹着口哨来了 这是你陪练的沙包吗 陪练的沙包 没有 我是助理 周总您太狠了 周总太狠了 我叫邹西贤 我是高老师助理 我今年二十七 然后我是一八年三月份入职西加坡物铺的 你下来一下吧 那手机膜你给我贴一个吧 没有 现在我感觉有点划痕 不行 你赶紧下来吧 行行 那你稍等一会儿 马上来 好嘞 要求是蛮高的 有点划痕都不行 强迫症 这比沙包还受气 高老师会觉得他手机 只要有一点 划痕他就要换 因为他觉得那个耽误了他的观感 因为他觉得换个膜 就相当于换个新手机一样 慢慢的啊 慢慢整 来 坐 走 来 来 走 来 来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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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是真的梦天了 你这不就是钢贴的吗 不是就是钢贴的 前天钢贴的 前天钢贴 我的天 隔天贴一个 我感觉我这机子就不好了 这手机不该有膜 那得有膜 那 行吧 我想办吧 你帮我想想招吧 行吧 天膜小达人 谢谢 膜王 谢谢 这个高老师呢 在双十一的时候 买了一百个手机膜 因为 因为是 总是我给他换 他心里一万个羊驼走过 你手机为什么每天都会摩擦 把膜弄坏呢 你到底每天都在干什么拿手机 我有时候手机老摔 然后老蹭 然后呢 那时候我换手机也没有那么勤 就老换一膜 就觉得换一新手机 心情好 有一点划痕就害怕 特别珍惜的用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什么呀 你这个助理很快就会辞职 然后他到机上去给手机贴膜去了 对 伟大的产品经理乔布斯 都被急救送到医院了 他对氧气面罩都感觉形状不好看 要求换一个 换了五颗 最后才跳了一个合适的 才解救他的生命 你对贴膜这么敏感 说明他很专注细节 谢谢老周 包括我和我家那位 你最忙的那段时间 就已经裂了很 有时候扫微信 都已经要刷 那时候我们就忙的每天 都已经连觉都没得时间睡了 你会觉得我们高总是名为公司 没什么事干 一个小时锻炼 花半个小时在那儿聊 爱你 可以 行吗 保持一贯水准 行赶紧走吧 赶紧点儿了 拍车吧 好嘞 原来女孩子助理直接叫人小胖好吗 亲戚 我介意有用吗 这车上都有 我感觉是不是有个撞的痕迹 对 撞的痕迹 车撞了你怎么受得了呢 手机因为要老用 车呢也老用 但是呢你看不见自己 赵岳要辞职 好吃的 回头再跟你说 我觉得也是意料制度 真的 说句心里话我挺难受的 我觉得我被 我觉得有点让我 接受不鸟 我在想是不是我的问题 也因为之前那个宣传走 就是因为我的问题 因为太强势了 如果说我自己不对 这个企业负责任的话 没有人去对这个企业负责任 那反过头来 我们所谓的强势 是因为你的知识 和你对现在宣传的理解 已经达不到时代的和社会的进步了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的这个时代 需要的什么样的宣传 而且最重要 是能够看到结果 最后你弄得团队人心惶惶 那这是我的问题 还是大家的问题 还是某一个人的问题 都要去想清楚 因为宣传其实不太好干 相对来说工作也比较难 又赶上这个宣传总监 再更换的比较多 目前宣传组在公司的整体 是一个比较弱的组 她这个助理不仅是女汉子 还是女壮士 女英雄 因为她在接受她所有的负能量 那整个过程其实 高总根本没有想要听到 对方的意见 她是在自己抒发自己的意见 对 她是自问自答 对 你看这个问题 说起来我很难过 但是能怪我吗 她在做直播 其实她助理就一直在听 送完高小盘回到家中 已是晚上一点钟 对 你看你欺负她 她就回去欺负猫 她没有欺负 她是照顾猫 韩晶片 露猫 露猫 对 一点钟到家 六点钟起床了 她吃了两点钟睡觉吧 六点钟就起床了 四个小时 还得起床时间吃早饭 是吧 一个助理她其实每天 工作时间很长 对 比你起得早 比你睡得晚 这个我必须变辩解 我开会的时候她可以休息 我打拳的时候她可以休息 你怎么知道人家开会的时候休息 你打拳的时候她在贴膜 打拳在贴膜 气死我了 这个时间是不是每天吧 偶尔吧 他们要是节目组安排 故意拍成这样 你可以说的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基本上生活中也是这样 至少要睡八个小时吧 因为这样高强度对身体肯定不好 没错 我想插一句现在在座的六位 有谁能够晚上睡多八个小时的 有吗 为什么 你为什么可以睡八个小时 我可以睡九个小时 九个小时 没有手机之前我能睡八个小时 我现在都被手机害了 差不多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到七个小时吧 我也睡得很少 哪一天睡到八个小时 发微博庆祝 我今天睡足了八个小时 好开心 工作人员 我们也都是让他们会说 也都保证 对 除非你偶尔要 如果是特别难得的情况 你今天晚上晚了早起 那么白天我就会让他们休息 我们看到的这个时间 是才到家一点 但是我在睡觉可能是三四点钟 其实最忙的是你 对 因为我要去创作 你一天睡多长时间 两三个小时 每天 也差不多 但有的时候就能睡得很多 但大部分的时间是 是这么持续过的 来接着看 看他怎么略这个代理的 助理的 我住在北京那个大兴 高尔加在通州 然后我们单位又在市区二环 所以每天就会起得很早去接他 我家到高老师家是一个小时路程 然后从高老师家到单位需要 40分钟到一个小时 如果堵车的话可能需要一个半小时以上 好 好 好 小胖 咱们今天上午啊 好 咱们把那个宣传的会在 多数一下吧 宣传组的问题还挺多的 雨萌和王杰去趟我办公室 好的 我有很多次晚上到家送我回去之后 好想交个代价给我开回去 交个代价 其实你可以真的 你要困了你就去我们家睡又行 太吓人了 不是有这么个电视剧吗 奈何BOSS和爱上我 好可爱 奈何BOSS爱上我 去这别播 别播 我觉得如果助理真睡他家 肯定以高总这么 他肯定要睡浴缸里 不是不是他不会的 他说在床上先贴个膜再睡 不会 这干嘛呢 刷盐呢 刷甲盐 刷核桃 我以为他刷甲盐 要不乱 刷甲盐 你这个交易 你这不狠狠的放弃 不要走 你那个交易 你这个交易 我也会乱奶油 你这个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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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会怎么办 你这个交易 我就是能不能说 你这个交易 你这个交易 你这次交易 你这次交易 你以前推进起来 你觉得能不能定住 我刚来的时候 朱俊就问我 他说你觉得你工作一年 能当学生动点吗 我说那不能 就是今天可能高老师是 就是第一次问我吧 但之前他也有 就是旁敲刺激的问问 如果说我要跟你们俩 同时就谈一个项目 我肯定愿意跟你合作 不要跟王杰合作 杀伤力太强 打扰我 我先 我不太赞同 就是特别有攻击性这个 因为我跟同事 还有跟演员 或者对接外面的媒体 或者领导什么的 其实态度都还行 我吐一下 我觉得不可以 当一个人的面 说一个人的不好 你不要去这样比较 可以单独地去说 你有什么问题 你要说 你肯定没有他这点好 那你用他去 那我掉脸就走了 反兔 前提是我太了解 这俩人的性格了 你知道那个打扰了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吗 走了 对 就是很不开心的意思 但是你不了解 现在九年后的小孩 是什么心理吗 打扰了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你可以分开谈 我觉得 但是我不同意你的吐槽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原则 不太对在哪呢 因为我们是在日常生活中 应该遵循你这个原则 就我们不要在背后说人坏话 但是在管理上 跟员工谈话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指出来他哪点不对 员工如果说 都不能接受任何的批评和挑战 不能意识到 只能靠哄着 这样的员工 最后也没法成长 管理方面 我觉得我这样就是最有效的 必须得是 我觉得管理上你就别说话了 我觉得管理上你就别说话了 我就想努力 我就想使劲做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 我就想努力 我就想努力 对啊 你的努力是我们大家都看到的 就包括我反问过很多人 我说有谁能做得像王杰那样 真的 我说没有一个人能做到 我说能跟王杰胖胖的只有小胖 你发自内心吗 发自内心 真的 我一直误会你了 我还以为你觉得我不干活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像 王杰跟小胖一样 能够那么抗衡 那么OK 我们接着说羽萌 我需要的事情做积累 你就把这些所有的视频项目 一个个地给我推出去 我能不能上热门 就你该强势强势 该撒娇撒娇 该卖萌卖萌啊 高老师最嫌弃我的一点 可能就是我太内敛了 就是高老师希望我就是 像王杰一样开朗一些 也就是多跟大家沟通 我的性格永远也变不成 王杰的性格 五月份作为一个节点 好不好 羽毛 我其实想正在三月来的 可以啊 只有我八月来的 我想半年 可以啊 好不好 加油 最后选了谁了 没有选谁 那碰到公司这样的职位 比如说一个总监的职位 现在确认老板拿不定主意 你会竞争吗 我觉得他那个王杰就很好 如果你是老板的话 你就选王杰了 我肯定选王杰 因为他的态度很积极 一个人如果态度积极的话 人要为自己的选择 付出责任的 就很简单 我态度这么积极 我做不到老板的预期的话 他自己也会主动请应 他对自己的是有要求 而且他相比之下 他是有一定能力的 他觉得我的能力 能达到一定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无论他选了王杰 之后他还是会很失望 因为他的期望太高了 那排庆老师男爵了 我会离开公司的 因为我觉得 这不是我这个级别 能够承担的 会犯很多的错误 这个买单的代价会太大 但是我们在国家队 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 也要往削尖脑袋 往上面走 就因为我们只有这个机会 才能去展示自己 不去尝试 不去一次失败 最后怎么去拿到最后的成果 其实我觉得特别赞同 就我作为所谓的老板 身份来讲 特别希望就是员工是什么 你一定是要够一够的 我们够不着才要够 你够了才知道够不够得着 你绝不能退 所以说是这个会开得 真是压力挺大的 非常大 我看你就跟看我自己 当年创办公司 这些错误都犯过 有各种各样的老板 有擅长管理的老板 也有擅长创作的老板 你像他是作为一个艺术家 他很感性的一面 很冲动的一面 这恰的是他成功 在艺术在创造成功的一面 但这些东西在管理上是矛盾的 是 他可能是个打拳的专家 但是他管理起来 他觉得对付员工 比对付一个对手还难 因为对手一拳 就把他打倒就算了 对吧 这员工你不能这样 有的时候要哄着 看出你很努力 但是你真的缺一个帮手 太累了 我都替你操作 替你着急 那如果是各位的话 这个宣传统员的位子 会怎么办 海权总 我真心觉得 你就应该相信年轻人 其实我特别相信年轻人 但是就前提是 那基本功诈 你宣传大概的事 是这样的事 先观察这两个人 还要先观察这两个人 对 先观察这些 把问题往后推 对 往后推 看结果 今天这节目 三位老板都想向观众证明 来我们公司 我是好老板 但是不要着急 这是第一集 他们还有两期节目证明 到底谁更是员工心中的好老板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 这些媒体又去到了 那可能有人需要进来架机器 谁能进来呀 看你们现在是怎么回事 你们现在 你们到底是为媒体服务 还是为老板服务啊 你就不适合做媒体关系 你们那 绝对吓着了 对是吧 互联网圈有个词叫 现实扭曲力场 我第一次见老周的时候 就是一走走过来 走到就是寸倒不胸的那种感觉 这个孩子能不能重受这个 我不会想要照顾这样的老板 因为老周从来不轻易夸人家 批评又这么狠 那你都吓死了 我就是很自我的人 这个老板就是太难伺候了 我女朋友是北航的研究生 她会在哪儿工作呢 在北京吗 在北京 那两个星期也见不着一回 好 好 穿着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你流的也好听 有点硬 孔洛阳非常会唱歌 但是我敢说的一点 如果说真的站在这个舞台上 用歌去征服的话 孔洛阳咱俩单唱一个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